世人认为有钱人会比较幸福 没错 有钱人可以用钱来减少逆境 甚至于避开逆境 但是有钱不值得庆贺 雅各先说到穷人 他说穷人应该以卑微的地位自豪 这可不是一般人爱听的 但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说富人有祸了 穷人有福了 他还告诉我们原因 他说富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只能在世上享福 但是穷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各位 整卷雅各书说的话 都和世人的看法相反 有人说 雅各的看法叫做 颠倒的基督教文化 其实这才是正面朝上 但是世人有理由认为 是上下颠倒了 因为他们是从颠倒的角度来看 可是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你是正面朝上 穷人应该以自身的情况自豪 这个中故很不寻常 但是各位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 有太多人认为财富和成功代表了上帝的赐福 认为贫穷代表上帝的赐福 我知道今天全球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传道人说 富裕是上帝的赐福 贫穷是上帝的咒诅 各位一定听过所谓的成功神学 这个观念如今横扫全球 但是雅各说的正好相反 雅各说 你们穷人应该以卑微的地位自豪 应该以贫穷自豪 很奇怪的中故 却是上帝的智慧 贪穷